接下来要做的练习就是混合 倒在一起 糖水加糖水 糖会变水会变糖水也会变 但是公式不变 分母就放糖水质量 分子就放糖的质量 质量可以加起来 叫做可加成 所以我们就把糖水的质量加起来 糖的质量加起来 通常糖水的质量不是问题 有问题的是糖的质量 就回到我们前面做过的提醒 去求融质的质量 好 所以混合的时候质量可加成 把糖水质量加起来 把糖的质量加起来 那么糖质量要算 我们讲过有人把它当过公式背起来 因为糖要用 融质质量就是容易质量成百分浓度 所以甲的容易质量 容易质量成百分浓度 求甲融质质量 乙的容易质量成百分浓度 然后就把它加起来 所以我们就把它加起来 上面的就叫做 前面的一杯的 溶质量成百分浓度 然后这一杯叫 溶质质量 另外一杯的溶质量成百分浓度 另外一杯的溶质量 然后把它加起来 再除以两杯的溶质量相加 就是代表我们的公式 那写完之后后面就数据 后面就纯粹数据 所以当然百分之二十六 这样做吧 ok 好 我讲过了我们第一杯这样的立体 然后就会有一个几乎一样的变成 只有数字不一样之外 其他意思都一样 然后我们把它全部倒在一块 那混合一个是多少 把这些混在一起 它是多少 停车战界问多少 算一下 很简单 数字都很简单 很容易算出来 ok吗 好来这位是可爱大帅哥 帅哥三四号有吗 有三四 新同学是吗 起立 新同学答案多少 对着我八呆微笑 要算时间很快 要算时间很快就算出来了 好吧不要说三十秒 一分钟再算出来 一分钟再算出来 很容易就可以做出来 ok 十一 eleven 很好 我们就假设你是计算错误好了 讲过了 就质量可加成 然后把两个质量加起来 糖的糖水质量通常不是问题 有问题的是糖的质量 融质质量就是融质量成百分浓度 所以把这一杯成丸 将另外一杯成丸 就是混合的糖 再处理两杯糖水加起来 给裂吃裂成这样子 ok 就这样子 然后呢后面就是很大的数据 把它做出来 百分之十二 这叫做 我们的混合的提醒 然后呢 然后这一题 就是我要把这个配成那个要加多少 也就是它被 我们以前是我知道A 知道B 然后混合A跟B 问混合结果 现在是知道A 知道混合结果 问B有多少 基本上的列式计算方式都跟刚才完全一样 只是位置数的位置不一样而已 前面的位置数是在混合后的浓度 现在位置数是在其中某一杯要有多少 那就是位置数的位置不一样 那其他结果是都一样 ok吗 来也是很简单 数学是很容易就会做出来了 不用一分钟 好 来 停车站接问 可爱小女生 No.10 10 10 可爱小女生你答案多少 啊 你说什么 不确定没关系错就错了 没关系你讲多少就好 啊 120 120克 不要错也没关系啦 这对自己有信心 ok 不错 很简单的 刚刚讲过了质量可加成 然后呢 容易质量成百分之溶质质量 所以把这一杯的容易质量成百分之溶度 求这一杯溶质质量 那一杯的溶质量成百分溶度 求那一杯的溶质量 然后把它加起来 最后的溶质量 再处理两杯糖水加起来 那现在位置数 就是 就是有一杯不知道多少 溶质量不知道 所以它是百分之三十五 所以这一杯乘百分之三十五 是这一杯的溶质量 前一片一杯有了 数字 溶质量 然后20 然后底下是两杯溶质量加起来 有一杯是一百分之三十五 不知道加 所以就变成这样 烈士 所以烈士的样子 跟刚才基本上完全 一样的 只是位置数的位置不一样而已 然后再来就应用我们神奇伟大的数学 摇摇齐齐齐 答案就是 50克 这样就做完了 这又是所谓的 混合的提醒 就两个倒在一起 想法很简单 就是糖水加起来 扛加起来 带回去我们原先的公司里 就可以求出 混合液的浓度有多少 OK吗 OK